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时 耶稣对民众和祂的门徒讲论说 你们不要被称为蜡笔 因为你们的师父只有一位 你们众人都是兄弟 也不要在地上称人为你们的父 因为你们的父只有一位 就是天上的父 你们也不要被称为导师 因为你们的导师只有一位 就是墨西亚 你们中那最大的 该做你们的仆役 凡高举自己的 必备贬义 凡贬义自己的 必备高举 感谢天主给我们的这一段圣言 因为你们的父只有一位 就是天上的父 耶稣召唤我们来跟随他 不只是为他做事 而更是分享他的家人 和他家里面的一切 我们只能感恩 而因为感恩 学习信赖 依靠耶稣启示给我们的天赋 耶稣的父亲和我们想象的 很不一样 玛窦福音所凸显的 一个天父的样貌 是一位隐藏的天父 你的父在暗中看见 必要报答你 玛窦福音第六章第六节 耶稣的天父 也很渴望给人好礼物 你们纵然不善 尚且知道把好的东西 给你们的儿女 何况你们在天赋付 岂不更将好的赐予求他的人 话说回来 那我们要跟谁讨爱呢 我们要求谁来满足我们呢 耶稣毫不犹豫地 指向他天上之父 只有他能满足我们的一切 所以 在今日的福音 主耶稣特别强调 你们的父 只有一位 因为父亲 象征祝福和生命的源头 所以 我们不要害羞向他求一切 无论我们认为自己够不够资格 他都会给我们 只因为他爱我们 那既然天父才是最大 最有能力 最厉害的 我们当然也只仰望他 而不是仰慕人 所以连最好的老师 最有能力的人 也只不过是天父派遣的仆人 而且 若我有任何值得赞美的 这也都是来自天父 所分享给我的好礼物 我有什么好自豪的呢 我有什么就分享什么 愿我们天上的父亲受光荣 求主耶稣时时刻刻 把他天上的父介绍给我们 不让我们的错误理解和各种阻碍 把天父隐藏起来 把天父隐藏起来 请品尝圣言 当你觉得不足 而不想分享时 转向天父求他 然后慷慨地给予他人 最后 让我们全心祈祷 主耶稣 真谢谢你 把我们纳入你的家里 使我们能称天主为天父 这每日圣言祈祷 是来自台湾主言传教会 愿天主降福你 也愿我们有需要时 也不怕求我们天上慈爱的天父 我们明天再见